IC这场Vision最新宣布 为在美国德州的CPU子公司研发团队 要将以1.25亿美元 也就是将近台币35亿元的资金 要出售给英特尔 而这个研发团队在目前有100多人 是Vision集团重要的研发中心 会依照员工的意愿 要选择加入英特尔或者是留任 而只不过在元宇宙话题大爆发的时刻 传出要出售人力资产 这让外界更加的好奇 微生母公司宏大电集团董事长王雪红 到底策略为何 强调自己身心乐观 努力释放梦想 去年底维神创办人王雪红 一身耶诞节的装扮 公开露面之后就相当低调 鲜少曝光 在4号晚间突然抛出了震撼弹 旗下集团IC设计厂 维神将要出售美国德州CPU厂的研发队给英特尔 这笔交易金额高达1.35亿美金 将近台币35亿元 被外界视为 这就是王雪红想要实现元宇宙梦想的重要一步 这个交易就是说最后会有多少员工选择加入英特尔 这个也是还要看后续我们就是跟英特尔还有跟员工之间会有一定条件去成就它 维神强调这次的交易案只限研发团队 并不包含任何细制裁IP或者是土地厂房等等 只是在元宇宙商机爆发的这个时间点 突然有这样大动作获得庞大资金 难免引人瞎想 法人分析由于考量到宏达电整体集团的发展 在维神渐渐推出CPU开发市场 并且开始着重人工智慧与智慧物联网之后 这座德州的CPU厂势必成为资产活化的重点 更何况投入研发新的商品都需要满满资金 维神出售研发团队的消息溢出 4号股价向上喷发 盘中一度来到73.5元 即将触及5年来高点的73.6元价位 而宏达电尽管仍然列于储置股 中场收在最高价位70元准 这波云宇宙的热潮是不是昙花一现的话题 还是科技界未来必备的趋势 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来验证 记者林思雨 谢龙正台北报道